在哪里 找什么 佛陀就说 会让你轮回的 会让你犯错的 会让你走错路 会让你看错人的 主要就是这两个东西 就是心跟眼睛 那我问你 佛陀用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请问心跟眼睛 在哪里 今何所在 阿难他用了 很学者的方式说 阿难说 世间 十种一生 就是十类的众生 胎生暖生 世生化生不管是什么生 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把这个心放在 身内 对不对 如是是心 时居身内 这是阿难的回答 所以佛陀说 你认为心在身内 这件事情 无有是处 无有是处 就是没有 对的 就是不对 马上我们聪明的阿难 就有第二个答案 很容易 不在内就在哪里 对啊 所以各位很快就跳到外 而且我们这个阿难呢 还有一个 很好的理由 他说为什么 我现在看不到内 而看到外 主要的原因 就是像这个 房子 里面的灯 现在这个灯跑到户外 所以外面就很亮 里面就黑黑黑的 所以我现在这个心啊 就像这个灯一样 跑到外面去 在身外 对吧 阿难现在开始有点问题 他都会 讲完了之后 他会问一下 对吗 这样喔 所以表示他不太肯定 用猜的嘛 因为不在内就在外啊 虽然他有理由 可是还是怪怪的 对不对 好 请问大家的心在身外吗 不是喔 是喔 有人说 这个人喔 人在心不在 心都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 所以他的心跑到哪里去 跑到外面去了 好 所以呢 怎么破 很简单 如果心真的在身外 那 心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心真的是在身外 那简单 等一下喔 我们不用去吃饭 我们找班长 然后把大家心收集出来 然后心就把他带去餐厅 吃好之后 大家坐在这里 就会打嗝了 所以不用去啊 因为心去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心在身外 那么 吃是不是等于是另外一个你 那这样你就有两个喔 那哪一个才是你 不知道 是不是 那心跟身有什么关系 变成没有谁 没有关系 所以心在身外怎么样 四个字 乌有是处 知道乌有是处 好 接下来 因为这一段是阿难的一个思考上的盲点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记起来 知道那是错的就对了 知道这个是错的 但是那个过程 如果我们可以更了解 我们就会知道错在哪里 但是阿难他现在只是一直被佛陀检查 博陀说不对 我就觉得不对 就跳到另外一个洞 不对啊 我怎么会被佛陀误导呢 想来想去 心在内还是外 还是内 比较有可能 那内比较有可能 那有可能就在哪里 阿难很聪明 他又想出一定还是在内 只是他在一个地方 就是他在跟 眼跟 耳跟 鼻跟 蛇跟 翼跟 所以在眼跟 举例 我用眼睛看 是不是躲在视网膜 类似像这样 这是不是现在我们讲的 就是我的心在哪里 心在眼跟 就像我们在视网膜一样 好 那阿难还很聪明 他说我可以看 就是 心是在 眼跟 就好像 我的眼睛可以看 然后我戴上眼镜 透过眼镜 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一样的意思 他自己还做了一个批语 好 那佛陀就说 那请问 各位戴眼镜的人 眼镜戴在眼睛前面 眼睛看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眼镜 没有看到还是有 戴眼镜的人 有没有看到眼镜 有没有看到镜片 有啊 因为你透过 镜片看 一定会看到 镜片嘛 好 以此类推 如果你的心 透过眼睛 看出去 请问 应该要看到什么 应该要看到眼睛 有没有人看到自己的眼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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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表示 我们 刚才说 透过镜片 看出去 透过眼睛看出去 可以看到镜片 却不能看到眼睛 那么 是不是 这个假设 是有问题的 我们有问题 不要说人家错 要说什么 无有是处 不要说无有是处 好 那再来 阿那说 不对不对不对 我说的那个 这个身内 不是在那个根 那这样子好了 一般我们身上 都有 蹊跷 是不是 眼睛有动 耳朵有动 眼耳鼻舌声 可能都有一些 孔动 翘 就是动 有动的地方 张开眼睛 就会看得到 有阳光 可是如果 闭上眼睛 就 暗暗的 所以刚才 佛陀你说 我在身内 一无所见 是因为 我的眼睛闭起来 所以 我看不到 可是当我眼睛睁开 我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的心 还是在身内 所以 他这一番 第四个答案说 我认为 心是在身内 只是 他去解释 为什么刚才 在第一次的答案里面 佛陀说 你看不到你的身内 身内一片漆黑 因为 我眼睛光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 这边 阿难 他自己 就有他自己的理由 说 我的心是在身内 只是 我的眼睛呢 睁开 我就看得到 眼睛闭起来 就是一片黑 看不到 身内就看不到 好 那佛陀就说 好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不讨论 开眼 我们讨论 闭眼 好了 好 那这个闭眼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请问 这个境界 这个黑 是眼前的黑 还是身内的黑 所以如果是眼前的黑 就不是你刚才讲的 身内嘛 所以你就是硬凹的啊 那如果阿难 你硬要说 好 是身内的黑 那是不是表示 你的眼睛可以转180度 看到身内 如果你的眼睛可以转180度 看到身内 好 你睁开眼睛 可不可以转180度 那可不可以看到自己 所以你 如果你的眼睛是可以转180度 看到身内 那么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看到自己 如果你硬要说 你可以看到自己 那你的眼睛在哪里 又在外面 又是身外 所以 对还是不对 不对啊 无有是处 很好 大家已经很专业了 好 现在呢 等问题来了 好 前面四个答案 不管是内 还是外 都无有是处 阿难想 不行 我在这样子想下去 我的头会破 所以怎么办 来各位不要一直想 我们看阿难怎么办 阿难很聪明 阿难最厉害的就是他什么第一 多文第一 多文第一 开玩笑 他听过的都记得 他不会去找他的资料库 所以他回去 找他的记忆 他说佛陀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有没有讲过这个答案 我的答案都是错 如果我讲佛陀讲的答案 他敢说他自己错吗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常常会 哎 这句话你自己说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很聪明 他回去找 所以我们发现 在第五次的答案 跟第六次 第七次 这三次的答案 通通都有佛陀跟别人的关系 在第五次 佛陀曾经开示示众 第六次 佛陀跟文殊菩萨讨论 佛法 然后第七次 佛陀跟他的弟子 讲 讲的内容 这个都被阿难拿出来 找答案 当成是第五次的答案 第六次的答案 第七次的答案 所以阿难也很聪明 他也学会 以子之毛 攻子之盾 可是他错在哪里 在这些旦 看见 我们来看 是 默默的 有些语言 整个人 我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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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从来 我从来 我从来 感谢观看